明年立委選舉 國民黨高喊世代招貼 其中最近比較浮上檯面的 就是現任的市議員徐曉信 徐曉信是頻頻造戰了被紅泰 但徐曉信有沒有勝算呢 來看到當地的選區議員 現在也是議長的戴錫青 他就說當時在議員選舉的時候 徐曉信是公開幫他配票的 所以他才可以勝選 再來看到王洪威的部分 王洪威要參加立委補選的時候 徐曉信也是第一個跳出來支持他 他否決了落跑這件事情 所以看起來呢 這鬆信區的議員大多數都是支持他的 不過有一個人例外 就是資深議員秦慧柱 秦慧柱批評徐曉信 根本就是一隻吵鬧掃子 那明鏡親綠的側藝粉專 也批評徐曉信是利欲薰薪的 但有人說其實這些加成之下 其實是奉送了徐曉信的接班知名度 再來看到另一位人 就是前議員羅志強 羅志強之前為了桃園市長初選 特別喊說他要深耕桃園 沒想到他現在又宣布說要回到大安區 來選立委接棒林一華的位子 要什麼考量呢 羅志強說如果要選桃園的話 必須狂打陸戰 但是自己比較擅長的是空戰 還有他也問過大安區的人 大家都沒有意願要來接棒林一華的位子 那有沒有可能說 他來挑戰何志偉 然後去監困選區呢 不過羅志強是沒有正面回應的 當然他也要選的話 他也得徵求這黨主席朱立倫的同意的 但是之前為了市長初選 其實兩個人關係不是太好 而至於臺北市黨部主委黃呂錦儒 其實還被問過說 這初選辦法何時才可以出來 但黃呂錦儒現在辭意堅定 他認為交給新的主委來決定 那他自己也說黨內初選鬧成這樣明爭總比暗鬥好